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妇女儿童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之初 妇女儿童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对妇女儿童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妇女儿童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妇女儿童领域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儿童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习近平强调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妇女是重要力量 儿童是未来生力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对发展妇女儿童事业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发展 深入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提升妇女儿童综合素质 积极为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努力让尊重妇女关爱儿童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希望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 弘扬奋斗精神 带着真心真情付出更大努力 为促进广大妇女走在时代前列 广大儿童茁壮成长 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她们在心碼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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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